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管毕灵再出手 大陆渔民在马祖离岛停靠 然后被直接扣了 应该是214恶性撞传事件之后 管毕灵再次出手 看到了吗 赖英德是公布了第五波新的内阁人事案 当时214一手炮制事件的管毕灵居然留任 继续留任台海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的海北汇副的人 说白了就是要继续对大陆强硬 但是前次撞传事件没了结的时候 他又对大陆渔民动手 25号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通报 在马祖离岛之一高登岛附近离岸无人岛礁 发现一名身份代查渔民 说因该岛属于所谓军事管制区 时间点非常敏感 此事在岛内有小的热度 所以岛内现在都观察认为 这有可能是大陆的侦察员 所以多次看见大陆渔民停靠高登岛礁 谁就担心咱们占领这个岛礁 但大陆渔民对此 说是要采集附近岸边礁石上的海螺 以这个理由停了 这话就证明大陆渔民只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作业 但是台当局认为这个是必须要进行控制执法 所以给扣了 这个事是岛内一名渔民出海钓鱼时 他们拍到了大陆的渔民 说这名渔民看到大陆渔船 然后立马用手机拍 拍了影像 然后告知台军和海军部门了 然后台军海军部门接到消息 立马出动了部队 包括海巡队实施巡查搜索 咱们可以理解什么呢 就是台湾人还是 你看咱们讲金门马祖这一带 这个实控权 实控权他们还是想要再做最后抵抗 看到吗 这就体现自己的实控权 最终是在高登岛附近的一个无人岛礁上 发现了这个大陆的渔民 然后发现大陆渔民之后 台方没有立即主动将人送回大陆 而是将事情交给了台海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海巡部门对于大陆渔民是非常手段非常残忍的 现在看把它交给海巡部门就理解了 就是要严惩 二十四日当时这个台海巡以执法之名 欲以越界为由对大陆遗传进行 咱们说追捕 然后撞翻了 我觉得哪个国家 你看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哪个国家的一些执法部门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什么文明执法的 千万不要相信 你如果相信你就太幼稚了 我说的是中国和美国全世界都一样 他们就不能够像你想象那样了 知道吧 你千万不要犯幻想 就远离他们 远离他们 我觉得我能救一批人 有一批很多不了解社会真相的 管门林他当时拒绝公布录像 然后拒绝承认执法失误 然后拒绝交出善人员 拒绝大陆接入调查 拒绝道歉 拒绝交出遗体 想出钱稀释宁人 整个过程隐瞒真相 对吧 推诿谢责 大家都倒打一耙 看到了吗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 全世界的执法部门 你都不要去相信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中国的也是 美国的也是 德国英国法国全是这样 他们核心就是要推责 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就不多说了 他们实际不就是 对吧 大陆海警 现在看呢 对于这个管制啊 现在这个 很显然大陆已经失控了 那这个时候台湾的管门林 或者一些海巡 他已经失业状态 怎么办 我要必须要 用我的实际行动 说明我还在失控吗 这个人如果到了无人岛礁 如果台湾海警不出动 实际就等于是中国大陆控制了 大陆对管门林的定性 其实是非常坚决的 赖庆德既然把他留用 那么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就对大陆的严惩追责 这个基本上不会做的 他不可能把一个现任的人 对吧 我用的官交给你大陆处理 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这四年 这个事结不了 不回头 达兽赖庆德重视 自然是也看得清民进党 下一步要干什么 就是继续作罪 有人说合同有戏 人命都没有戏 合同有戏吗 我讲过 任何政治 就只要有人命 你这个政治人物就没什么好下场 而且是一个诅咒 你用了一个有人命案子的一个政客 在你的团队里面 你一定要倒大霉 你不信 不信 咱们朱凤莲日前已经再次表示了 撞传世界善后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 根本原因在于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 至今仍不死不悔改 民进党当局应尽快拿出解决诚意 解决问题诚意 否则后果自负 赖清德现在是为了520 为了520上台 他现在要缓和 但是大家知道 他能够扣大陆的船 再次用这个 这应该是马祖防卫指挥部通报的 高登岛 离岛 说白了什么呢 说白了他现在两手准备 他跟大陆也一样两手准备 咱们上其谈了 大陆是什么 大陆是立刻派了军机 抵近台岛37海里 就是大陆现在对于台湾走这一步 大陆也已经意识到了 就是一手是什么 一手是对岛内的中国人 对吧 岛内的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一定要怀柔 另一手是强硬 对吧 对于这个台独 所以我们 实际我们未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 我们就揍 我是来揍你的 就这简单的话 台湾的25号宣布的国防部长 叫顾立雄 就在25号当天就疯狂挑衅大陆 他掌管台经后 他说要打造实战化禁旅 让中国大陆轻举妄动的时间表往后延 他的这种狂妄啊 这个很多台湾人也捏把汗啊 但是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可能就是要主动出击 就像这个乌克兰啊 进入这个俄罗斯境内 搞破坏那些小组 包括莫斯科事件 对吧 就很多的特工要进入大陆 一定是这样了 你说还有什么可能性 就是我对你的 比如北京的上海的 这个包括很多啊 这些重要城市的破坏 我能够延缓你动手啊 对吧 因为我要除除掉内部的奸细啊 然后才能发起总工啊 他的意思我估计是是这意思 他要搞特别行动罪啊 顾立雄父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啊 他是抗中台独立场 比本土还要台独的一群人 这群人才是啊 其实不奇怪 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他已经是被大陆宣布进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了 仅次于肖美秦牌第二 他是个总参谋啊 他在蔡英文执政当中 是个总参谋 他在陈日贬呢 蔡英文曾重用过的 绿营的军师里边 就有他 顾立雄意识形态非常鲜明 他当台独的国防部长呢 现在看也就是说 这个台军啊 未来可能变成台独的一个重要工具了 所以咱们未来对台军啊 一定要不要抱坏想 未来台军可能 顾立雄呢 有一个傲慢凶害人格特征 其实这都是大汉奸的一贯子 你看那个历史上大汉奸都这样 就为了自己利益 实际就是自私嘛 为了自己利益 无所不用其极 这人本质 人格特质 都是一样的 未来他指挥台军的话 他基本不会 就像那个 咱们说 这个 乌克兰的西尔斯基 不会看伤亡报告的 他不会看的 他会无限的把这个战事放大 就像俄军在乌克兰作战时候 乌克兰对俄国这些攻击 都是一样的 他现在呢 把台军变成什么样啊 现在既然是特种作战嘛 对吧 让大陆延缓攻台时间 那就是很显然要主动进攻 你手是守不住的 你手对吧 手怎么让对方延缓呢 你手怎么让对方延缓 没有啊 只有进攻嘛 这话已经再明白不过 他要进攻啊 搞特种作战呢 台岛全部绿化 而且意识形态要 所以未来啊 未来 我看了大陆好像是这个 这个开放了所谓的赴台旅游是吧 所以未来去台湾岛旅游的大陆人 一定要加小信 别忘了 绿营是在搞什么 搞意识形态的 要给你洗脑 要给台湾人洗脑 给台湾人洗脑的结果 其实很多人没在乌克兰那个 2014年之前了解过 那个当时的情况啊 整个美国人控制的这个媒体 乌克兰媒体 就是渲染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仇恨 我当时接触过 当时我说在夜店里面看 那个乌克兰人 那个仇恨样子 把我吓一跳 我中国人呢 对吧 当我看到以后我都害怕 所以现在台岛可能也就是那个状态 就是渲染对中国人仇恨 所以你要去了 你是大陆人吗 你要去台湾旅游 你如果碰到这帮台湾人 对大陆仇恨 你也不要奇怪了 跟乌克兰当年发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刚才提到了泽连斯基 提到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也没闲着 非常狠 台湾的政客 乌克兰的政客在台湾 对大陆口出狂言 萧美琴回应 说很钦佩乌克兰 看到了 这个 我就说啊 这个只有咱们频道 最早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 放在一起观察 是咱们最早 现在看的 泽连斯基政府等于是 派了一组政客代表团 到达台湾地区 参加所谓作谈会 在这个会上呢 乌克兰的政客 对中国大陆是出言不逊 称乌克兰民众 现在对大陆印象 越来越不好了 说这种情况下 民进党高层肖美琴 立刻对乌克兰政客 表示赞长 肖美琴强调说 我们台湾很钦佩乌克兰 台湾就是下一个乌克兰 乌克兰化就是台湾现在要干的 乌克兰化不知道你们台湾人怎么理解 我的感觉就是战争化 军事化 我觉得啊 现在如果很多人没有看清这个未来台湾的这个状态 你看乌克兰 你在研究院就咱们过去的频道里面讲的一些事实 真的不是这个台湾人现在能够躺平状态 说是过小日子 不是的 乌克兰当年也是想过小日子 没有可能性 你是在这个你是在世界上这个咱们是一个地球村里边生活 你不可能因为你自己这个所谓的要关上门过日子而不受外界影响是不可能的 这个赖兴德上台已经明确说要给你们洗脑了 据说台当局说要给乌军艇一千架无人机帮助他们打克里米亚 俄罗斯人听了 肯定要把这笔账记在台湾身上 我觉得现在看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够阴狠 至少泽连斯基你看他这个人啊 能派一批这个人到阴狠 到这个台湾 他也非常知道大陆的软肋 软尖尸吧 这招可能跟拜登选 硬的方面就是派人去窜下台 软的方面就求大陆去斡旋 美国最近其实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 其实泽连斯基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 我又硬了 有能力来用硬的方法来胁迫中国大陆了 我觉得这个想错了 我觉得中国大陆有必要显示一下自己的硬度 就至少在台湾问题上的硬度 咱们看520左右 组织一次军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